闽夫人对韩长使说 现在时机已成熟 以免夜长猛多 妹妹就近日离宫吧 韩长使对闽夫人愿意助自己出宫 感到意外 闽夫人告诉韩长使 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她告诉韩长使 今晚就出宫 嬴政来看望怀孕中的楚夫人 嬴政问她 孩子可好 楚夫人用被子捂住肚子说 孩子好得很 刚才还踢了自己两下 嬴政听了很开心 伸手要摸摸楚夫人的肚子 楚夫人抓住嬴政的手不让她摸 说道 现在又不踢了 叫大王放心 夫人得意地对走进来的上仪说 你这样慌慌张张的 会动了本宫的胎气 上仪禀报说 韩长使私自出宫 还死在郊外了 楚夫人听了很吃惊 一下瘫软在床上 楚夫人叫来太医 吓唬她说 当初本宫怀孕是你查出来的 如果现在让别的太医查处本宫 从来没有怀上过龙子 那你依然脱不了干系 依然是杀头之罪 所以说 现在办法只有一个 楚夫人又想出新的诡计来了 是杀头之罗 是杀头之罗 是杀头之罗